此外重力位能大小到底可以怎么计算呢 这个重力的大小就用mg 那它的意思也就是质量去乘上重力加速度 那么再算算你由地面往上抬高的这个高度 同学也可以说是从甲地到乙地的高度差 这是可以接受的 就单位的部分呢 质量的单位我们要采用的是公斤 重力加速度的单位则是公尺除以秒的平方 而高度呢则是公尺 这样子算出的重力单位就是用交额为单位 这也是单位系统当中的mks字 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 像图呢有五个轻重不同的西瓜 放在一公尺高的桌上 一二三四五越来越小颗 那么西瓜对地板的重力位能大小要排序 应该如何来做排序呢 当然我们要设定这个西瓜的含水量 其实比例是一样的 也就设定它的密度大小是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颗西瓜体积最大 设定它的质量应该是最大 而最右边这个西瓜呢应该是比较轻的 那这个我们要比较重力位能的大小 就可以根据U等于mgh 重力加速度对五颗西瓜都是一样的 那因为它的高度都是离地面高一公尺 所以高度h也相同 因此呢最左边的这颗西瓜质量最大 它所具有的重力位能也就最大 让我们再来做做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颗五公斤的凤梨 一样放在一公尺高的桌上 那么这个凤梨呀 对地板的重力位能大小是多少 计算重力位呢 我们有上面的这个公式 U等于mgh 所以呢U等于m 这个m是什么 凤梨的质量5公斤 乘上g 如果没有特别提的话呢 一般来讲是用9.8来带进去算 乘上这个h 桌子离地面的高度呢 是一公尺 因此计算乘出来 5乘9.8乘1 等于49焦2 重力位呢 其实就是指物体在重力场 距离地表高度h 所具有的能 对地面而言 看看这个能量有多少 今天如果有一杯500公克的珍珠奶茶 如果它离地面高度是100公分高的话 那么它对地面的重力位能大小 又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再带一次计算式 重力位能可以等于质量 乘上重力加速度 再去乘以高度 离地面的高度 那这个500公克呢 质量相当于0.5公斤 重力加速度是9.8 100公分的高度呢 相当于是一公尺 因此乘出来 得到的是4.9焦额 当然不是对所有的地方都是4.9焦额 只能说是地表高度h处 距离这个地表 这个相对的高度差 所有的这个位能差 我可以等于是来不一样 这么多的地方是1线的 对称